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Norman 有跟開我這個退休移民系列的朋友都知道 在20集我就講過去, 如何透過子女 父母移民去加拿大的 當然這個程序就比用BNO 去英國複雜很多, BNO可能你搞一兩個月 BNO可以去英國 如果是用父母團聚的名義去加拿大 子女其實有一定的要求, 包括收入來源 比如是單人的, 如果申請父母過去 他每年的收入都要4至5萬家元 如果是兩個人申請父母過去 即是四人家庭, 收入就要5至6萬 提供最少三年的證明, 即是你報了稅 跟著之後, 你才可以符合資格申請 但因為一般他們說, 如果想申請父母團聚的人 每年都很多, 每年都幾十萬 每年他加拿大政府只是批幾萬出來 他每年大概是有1至2次的時間 他就會推出來, 你就會上網獲項 他會抽籤, 抽到籤了, 你就申請提供資料 這個程序都要最少兩年 即是說, 如果你子女想申請你過去團聚移民 其實都要5至5年, 最少5年 5年即是說, 如果每次都抽不到 好像香港很多人抽居屋, 每次抽不到 可能都要5至10年 所以說, 都是一個比較長的程序 但因為好像我覺得 應該有部分人的條件跟我差不多 就是我女兒去年過去了 現在差不多是工作滿一年 他就可以申請長期居留 長期居留之後, 再做多幾年的工 有足夠收入, 他就可以申請我們過去了 所以我就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退休移民加拿大的情況 很多人都關心了 就是那個稅沒問題 等於去英國, 譬如是英國的收入入息稅 特別是資產增值稅 遺產稅 那我就是, 除了其他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之外, 今天其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網上搜集了關於加拿大的稅制的問題 主要是環繞三個比較多人關心的稅 就是入息稅, 資產增值稅和遺產稅 英國的入息稅其實是類進稅率的 分四階, 由零到四十五不等 如果是你的總收入, 包括工作、退休金、房租 社會福利、銀行利息、股息加起來 是不超過一萬二千五百七十磅 其實是不需要付稅的 去到十幾萬磅, 稅率是45% 也挺高的 它是有些入息是不需要交稅 譬如是你自顧人士 生意少於一千磅, 或者租金收入少於一千磅 都不需要交稅 還有有些政府鼓勵你去儲蓄 或者是投資, ISA 戶口產生的利息、股息 都不需要交稅 當然, 收入部分的利息和股息 都各自有的免稅額 如果你收入高於某個稅階 你部分是利息或者股息的話 那部分是可以有免稅額的 加拿大比較複雜 入息稅分開兩部分 一個是聯邦稅, 一個是省級稅 聯邦稅是分五個階級的累進 由15%到30%不等 如果省份, 我就拿兩個香港人比較熟悉的地方 是溫哥華的BC省和托溫圖的安達略省 稅階都不同 由BC省由5.06%到20.5%都有 安達略省的稅階就簡單一點 由5.05%到13.16% 其實你看看安達略省的稅 基本上是低於溫哥華的BC省的 因為大部分加拿大人的平均收入 都是6萬加元一年左右 其實就是大概是比開 聯邦稅是15%多些 省稅是5.5%多些 大概估計都是22.3% 22%左右 不像一些媒體報道說 加拿大入息稅加上有五成以上 其實你很難去到的 就算你二、三十萬加元收入 因為它是類似的 有效稅率計算起來 其實都是三十幾% 很難去到50% 基本上除非收入是天文數字 其實加拿大入息稅和英國都差不多 除了你工作的部分之外 譬如你做生意、投資等等 都是屬於入息稅的 甚至有些人可能退休去加拿大 那個NPF65稅是拿得回的 其實都是度為你的收入是 Income Tax一部分 你都要報稅的 就不像英國 因為英國和香港是有稅率互認的 英國水局已經說了 一次性的退休金是不需要納稅的 主要是每個月收的退休金 好像公務員、教育師那樣 因為你都要在香港是給稅的了 所以在英國如果你是移民到英國 而收香港政府發給你的退休金 其實都是不需要報稅的 那這邊就比加拿大好些了 其實我計算一下 大概是差不多的收入 加拿大或者折述英鎊收入 其實都是比開差不多的稅率 都是大概是20%左右 所以就不要說是英國或者加拿大 是哪個率率高與低的 其實都差不多 不過加拿大那個是稍為複雜的 這樣意思而已 第二個就是資請 主要是入息稅呢 英國都有一些豁免的 面上額其實是加拿大有的 那我就列出十大 那大部分可能都是跟退休人士無關的 比如學費、捐、首次置業 可能都會有 捐款、醫療費用 就是你的醫療保健計劃 含蓋不到的費用 那這部分的其實都可以報稅 搞免的 工會那些可能退休人士不會做事 學生貸款就不會 而兒童可能已經大了 有關兒童方面可能就很甚多 但又說他長者是有免稅額的 例如是65歲以下的 一年他有差不多是8000家元的免稅額 如果是65歲以上的 年滿65歲的 有33000多元的免稅額 因為退休可能你主要的收入來源都是些 譬如是銀行的利息 譬如是銀行的利息 投資方面的分紅 股息等等 可能都去不到3萬多 即是說如果你65歲 在加拿大退休 沒有做事 沒有其他收入就是靠投資 估計應該就是不用怎麼報稅的了 或者要報稅但就不需要怎麼付稅 資產增值稅呢 其實就是在英國的話 無論你是70或是贈送資產 其實都要付資產增值稅的 當然現在資產增值的部分 是少於你的免稅額 那個人免稅額 12570英鎊 就不需要付稅 或者是有些 資產不需要付稅 譬如是伴侶之間的 貴贈好像是汽車 物業費不需要付資產增值稅 或者是6000以下的資產 剛才說的 ISA裡面的資產增值 捐券 是賭博回來的 如果你是超過個人免稅額 那你就要付資本增值稅 資產增值稅 一般來說是物業 現在基本稅率 即是說你收入比較低些 基本稅率的 如果是物業是18% 其他10% 如果是那年收入是十幾萬磅 其實資產增值的部分 可能要付多10% 就是28%和20% 因為資產增值 譬如有些資產虧損 處理時的虧損部分 都可以抵消增值的部分 當年報稅都可以 或者用於夏年都可以 加拿大其實差不多 無論是加拿大或者海外的物業 因為它是全球增稅的 資產增值部分 都要付稅的 包括物業 剛才說強積金 股票投資都要付的 不過它跟英國不同 英國就說 譬如你海外物業 特別是香港人過去英國 如果不是在寬限期九個月內 處理房子 那層樓的 它就根據你第一日 買進來的價錢 和你最後買出的價錢 那個差價變成一個資產增值 如果是一般來說 可能是收你18%至28% 但是股票也是 就是由你買入開始計 所以說就是英國的資產增值 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但是加拿大的資產增值 就是由你移居加拿大 那天開始計 所以如果香港有物業 又不想處理 最好就是找一個認可的測量師 做一個公平的市場價錢的報告出來 日後你買這層樓出去 就根據你賣出 減回你移居加拿大 那段時間的市場價錢 就可能就不是說差價太大了 但因為它那個增值稅最高 都去到40%多 甚至是買樓買股票的 可能是24% 至少增值是50%的比稅 相對來說稅率高了 但是說你給稅是會低些的 其實強積金就是了 強積金就沒有辦法了 它都是當你 income 就是100%要補稅的 那股票投資就是根據你移居當日 所以你會保持好些 你定居加拿大那時候 銀行發出那個 譬如投資戶口的statement 證明你股票 是那時候移居去加拿大那時候的價值是怎樣 你賣出去的時候的報告 差價就不會太多了 這就是資產增值稅 英國和加拿大其中的分別 第三個就比較多 退休人士 考慮的是那個遺產稅 其實就英國遺產稅率都幾高的 達到比方40% 它有免稅額是32.5萬磅的 如果你將遺產 是留給配偶的 其實就不需要交 配偶就不需要給遺產稅 如果你那個遺產裏面包含有房產的 那免稅額可以去到50萬磅的 如果你將遺產給配偶 而自己有新僱 之後有遺產留給子女 子女的免稅額就是兩個人加起來 最高可以去到100萬磅 100萬磅其實都幾大數字 我相信都不太多人會在遺產留下100萬磅 可能是儘早給資產轉移 但是在英國如果你資產轉移 包括錢或者其他資產轉移 是不超過7年的 其實你都要給遺產稅的 那是3年以內的就要給足40% 然後每年遞減8%去到 7年之後其實就是不用之前的資產轉移 或者是贈送就不需要給遺產稅 那遺產稅其實就是指 是適用於英國多汶塞的英國人的 譬如你父母不是英籍人士的遺產 其實就不需要給遺產稅的 但是如果你的遺產是在海外的 其實你都要給遺產稅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你作為一個居籍的英國人來計 至於加拿大其實它就沒有遺產稅的 只要有資產增值稅的 那就是說如果你遺產留給你的子女 那你子女就是接收這些遺產 那時候是有責任 是把這些資產的增值部分交稅的 那如果你不交稅呢 那你就是可能也需要拍賣你的資產 所以雖然加拿大是沒有遺產 但是其實那個資產增值這部分 其實都是作為那個遺產稅去處理的 那個形式和英國是不同的 那其實就是沒有好與壞的 那其實兩個國家都給人的印象 就是萬歲之覺的 每樣都交稅的 那英國就有增值稅 出家吃飯有百分之二十的增值稅 那加拿大出去消費就有消費稅 那其實就說每個人都要給的 總之你花錢就要給錢的 那這些就是我便不在那裡討論 因為來講就是看視乎個人的 生活方式的 那有些人可能是習慣在家裏煮食 那很少出去消費的 那他給的消費稅就會相對低一點 其實跟英國都是這樣的 超少買的食物一般都不需要增值稅的 但是你出去餐廳吃飯 他就會除了可能收你 Service Charge 都會收多二百至二十的增值稅 那這意思 所以外國人比較少出去吃飯 最主要就是吃飯的消費比較高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那我強調我自己不是一個專業的稅務顧問 那我現在剛才分享給大家的 有關於英國和加拿大的稅務 資料都是在網上搜集回來的 那我看到的,你們都可以看到 那如果大家有移民可以 所以花一點錢可以請稅務顧問 跟自己做一個評估 那日後我有機會都會比較一下 英國和加拿大兩地生活的情況 包括他的治安、生活成本、氣候等等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